歡迎收看五期新聞網 我是徐俊相 我是廖婷娟 當沖降稅要延長7年 內置有更多的子彈 可以投入股市 你說這是好還是不好呢 很難說得定 為什麼 每天動輒六七百億的資金 在台股沖過來 賺過去 可能助長 當然也可能是助跌 今天我們就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台股真是妖風四起 除了當沖的熱錢衝來衝去之外 還有哪一些厲害的妖怪呢 好 當中我們特別先抓一隻黑色 要來看一下黑色系的大宗商品 看起來行情在一起 包含了羅文剛 絕代雙交 都是大漲超過了3個百分點之多 還有包含了油價 因為OPEC協議減產到2018年年底 油價也在溫和的走高 那麼在大陸打壓白馬股的同時 開始資金又輪回去炒這些黑色系的大宗商品嗎 那麼從供給面跟需求面來看 到底這些能不能有基本面支撐呢 真的是妙小 妖風大嗎 我們看到今天當紅海灌破了100元 創下了半年來的新低 但是紅海的小金晶們卻頻頻下金雞蛋 尤達也很像 尤達股價漲不太動 但是今天我們就看到了 達方飆翻天 金天飆漲停 我們就要帶您看看這些先鋒到股 該怎麼選 怎麼操作 好 我們講到了今天台股 就是腰風四起的一個概念 這邊四個圖案 每一個兩個字 兩個字 兩個字 後面都有文章的 這個妙小 妖風多 那些掌營老母雞的小金晶 我們為大家要來找出來 而這個黑妖什麼概念 我們要來看看 受到了黑色商品報價 漲價開始 相對應到台股相關的 這些類股族群 是不是也要股價掛Turbo了呢 另外 外資 西洋鬼也要來了嗎 外資 說也奇怪 居然一面出具天空的報告 一面偷偷掃貨 而且話數也更當 這兩家今天我們幫大家Cue出來 他們會不會是增加台股的不確定性呢 當然更有感的 今天要來談一定很有感覺的 就是要延長了 當沖降稅延長7年 哇 這個那一次有更多子彈啦 那看起來我們今天大盤 反應就很明顯了 因為今天大盤上沖下息 震盪幅度多達了170點 盤中的一度還殺破了10500點 沒想到這大盤又開始恐慌情緒蔓延同時 一路的往上做拉抬 可當你以為最高呢 要往10700點攻的時候 尾盤又有點震盪下壓 所以今天完完全就是一個非常震盪的走勢 當然啦 尾盤會往上墊高 來自在包含了台積電 開始出現了回穩 以及金融股適時的出來 扮演春盤角色 然後大盤兼收盤呢 還有穩住在10600點攻卡之上 但是呢 剛剛就讓哥提到了 哇 小腰骨在這裡面呢 熱錢腰風四起 包含了這些都是今天盤中的 熱門的一個當中指標 浴金光今天盤中 你看看這樣的走勢 投資人該怎麼在今天買賣呀 開高 殺低 尾盤又一度的出現拉高 今天的周轉率16%其實不算高 不過以整體的成交值來看 僅次台積電鴻海大力光了 那麼再看另外兩檔股票 就是光紅 還有漢遜 哇 今天周轉率高得非常嚇人 但盤中的震盪幅度也非常高 都是呈現幾乎90度的向下跳水 所以這邊我要請蔡總帶大家來看一下 今天這個盤式 當大家在討論這個當中熱的同時 大家會注意到囉 至少台積電開始出現了回穩態勢了 金融股好像還有子彈繼續沖沖了嗎 好 今天是12月份第一個交易日內 在激烈的震盪之中 非常明確的一個訊息出來了 主流股 換人做 那原本的主流 今年年初一直到目前都是電子 但是我們看一下台股 雖然最近有一點修正 還是年度大漲了15% 但是電子類股身為最重要的主流 它漲了21% 其實它最近已經開始有回檔 但是還是漲了21% 金融保險只有漲10% 所以對比起來的話 就形成了金融落後的補漲 但是落後補漲 我們切進去看 你總是要有一個根據的基本面 我們把第三季的EPS 超級比一比 大家最喜歡的兩大iPhone的組裝 鴻海1.2 核塑1.4 但是傳產裡面的台塑2.7 台化更高達3.1 撐起今天指數的國泰金是1.7 富邦金是2.5 從這個EPS的對比來看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 今年雖然還沒有結束 但是市場的分析師在估計了 除非iPhoneX第四季把它補起來 或者鴻海跟核塑 將會呈現EPS 獲林能力的年衰退 也就是2017 比去年的2016減少了 但你股票漲這麼多 好 現在不管是台塑 或者兩大金控 都應該會年成長 其中最明顯最明確的是國泰金 為什麼 它前三季EPS是3.81 去年的一整年是3.8 所以它除非第四季虧損 否則它就超過了 所以大家可以理解 為什麼這個盤今天發動 還是在這個國泰金 這個道理就在這個地方 然後我再進一步的講股價 我們把台塑集團台塑四保 我把它算了 居然跌破眼鏡 今年到目前漲0.8% 一%都沒有 業績那麼好一%都沒有 好 那富邦是0% 國泰金13% 但是也比大盤的15%來得少 好 進一步我們看一下 股票再怎麼樣換主流 它一定是根據外在的國際環境 這個鮑威就新任的 可能要接任的聯準會主席 他釋出一個信息 12月美國還是要升息 然後南韓在本週 6年來低度的升息 因為我們台灣一定要跟南韓PK 它升息了以後 我們不升 我們的資金會流出 所以我們明年也會升息 所以這個兩個條件加起來的話 升息對金融業 因為銀行的利差擴大 保險的投資收益增加 然後證券的話 就是股票交易的手續會增加 所以金融股就會形成了噴化 好 剛剛泰宏講到了 看起來Sherry Finn一個關鍵字 升息 從南韓開低槍 美國可能要來開始進行的話 金融股開注意什麼呢 看大的嗎 還是往小的做 對 今天大家都在猜 到底是誰把這個盤給拉起來的 但是因為外資還賣了其實幾億 政府基金大概也沒這個力量 所以一般都揣測 應該是國內的受險業 今天可能殺掉大力光 然後轉戰了一些傳採跟金融 那我們進一步看兩個股票 因為金融業跟一般的電子業不太一樣 電子業說我現在有一個什麼新產品 我打入了什麼供應鏈 我產品漲價 股票就漲 金融業沒有這種東西 所以金融業我們通常 除了看獲利能力以外 看它股東權益的報酬率 就是長期的經營幫股東創造收益 其實中壽的話 你看它第三季的EPS1.39 年增超過五成 它合併的保存人壽以後 高價的保單開始出現了 但是股票你可以看都沒有漲 只有今天 有今天漲個4%左右而已 然後金成穎 以前我們講過這家公司 這個是超會賺錢的銀行 對 它創下了新高 但是它之前也是都是盤整 是今天突破的 對 今天突破 大漲了6% 前三季的EPS是3塊7 前年估掉4.8% 所以本益比不到8倍 特別講的 它的股東權益報酬率的話 大概國財金 護方金 大概是11% 金成穎的話是達到了15% 所以這個股價都今天率先 在第一時間都反映了 好 我們講到了 現在資金開始在輪動 從電子股轉出來 轉到金融股是其一 但是還有沒有更進一步的觀察 過去我們都從外資 融資 融券去觀察 對不起 從今而後 我們要多一樣當沖 剛剛說的 妖風四起的台股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牛鬼蛇神 群魔亂舞 熱錢到哪裡去了 我們先給大家來看到 另外一個關鍵字當沖 是今天我們要抓的 第一股妖風 為什麼 金管會送大力多了 要延長當沖 降稅7年 他說兩個手指比得完 我們在這7年一樣 那最多搞不好10年了 是 蔡總 這一股錢 你說對台股好嗎 這個當沖撞過來 撞過去 640幾億的錢每一天 他助長 他也可能助跌 好 這個現象已經在發生 但是我們老實講 在這個市場裡面 就是要尊重這一股的力量 我們沒有辦法影響 但是我們要有本身因應的策略 那未來我會建議我們的觀眾 在內支盤跟外支盤 過去不一樣 過去我們很注重外支的買賣鈔 看籌碼 對 但是現在可能要看當沖的比率 還有融資券 這個都是很重要 我們看一下 為什麼禮拜四那一天會跌呢 你可以發現 結果到了這個 你看這個融資在這個地方 11月23 24號 這兩天都是增加了15億 對不對 而且每一天都要增加 對不對 所以融資增加太多的時候 而且這邊的當沖相當的大 所以形成籌碼的不安定 所以禮拜四那一天大跌 妙的是 禮拜四跌了150幾點 結果11月30號沒你怕 融資給你繼續增加快2億 所以等於是說 遠遠不斷的散戶進來 所以今天為什麼說 一路下沙又可以拉起來 散戶沒有在怕 我們要看周轉例 其實過去我們不太會提這個 但是最近非常重要 我們看一下精彩 台積電有去投資 說這個3D感測 但是你看前三季EPS還是虧 它掛牌以來最好的有一年 就是EPS是2.6 但即便油虧轉贏2.6 現在股票也是100 這個本益比也太高了 所以你看今天成交4萬張 周轉率15% 你最近兩個月 你看從這個地方 已經漲了133% 才兩個月 所以這樣的時候 我們不能只看它的一個利多 然後就盲目的追高 其實看到這種腰股盛行 大家會去討論一個重點是 這個大盤的莫生段 是不是到來了 因為看起來都在莫生段的時候 才會出現這種腰股橫行的味道 我們進步請晨晨哥 帶我們來特別做觀察 我們講說莫生段什麼呢 萬物起漲 炒什麼 炒過油 油價曾經飆到140美元 中國曾經炒過普爾茶 還包含了比特幣 現在1萬美元了 不記得再炒 也是一個代表 我們說呼吸之間 它已經一度站上了1萬 1萬1也看到了 後來啪 給你打八折 殺了20%下 對 到9000 熱錢就這樣炒過來炒過去的 所以回到台股看 這些腰股橫險的情況之下 我們怎麼去區別 哪一些就像剛剛蔡總所提的精彩一樣 大家不看基本面 帶著鋼盔往前去 我們那個大腰 就是那康控 我禮拜二來這裡上節目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講說 第一個 台積電 你一個月買的全都套 所以我說那個盤會跌下去 所以說減碼 記不記得 我說減碼 減一半 你先減一半 你為什麼不減一半 我說那再創高了 不要減就好了 對不對 我說大立光 這一個月買的 那個時候來 禮拜二來 通龍套 然後人氣王 鴻海 買的全都套 那你說 你都套融資增加 我外資幹嘛給你買 嘴蕊這樣子 不然是這樣 不然要怎麼辦 我就賣在底下爆量下去 賣下去 你就自己砍下去了 你看 這腰骨的腰骨之王 你看 康控 594 本來市場上100多塊 那個200塊的時候 大家喊500 好多人都不信 結果現在594 再6塊錢就600了 你看 多厲害 我跟你說 這個其實都是事後諸葛 你今天來看這麼高 然後我們兩個早上在看牌 說哇 居然所掌瓶 我們上個禮拜 我們禮拜二是不是講說 只有這個不要減 因為它高點一直突破 你幹嘛拆它的高點 你500賣 現在差94塊 那 陳生哥你先幫我們定一下 到底什麼是腰骨 它長什麼樣子 腰骨基本的條件 第一個 今年它要長一倍以上 它最起碼要長一倍以上 才能腰骨 腰王 它的腰王 891%還不腰王 然後很重要的就是那個量 滾量要滾起來 滾量上去 然後一上下上下 你看那個更厲害的是耗星 一天的周轉率可以50% 從長起來到現在有兩天 周轉率超過50%了 多厲害啊 就是大股東 就外面大股東 股本 為什麼有些周轉率那麼高 因為董堅持股很少 才能50%嘛 董堅持股超過60% 你怎麼周轉50% 腰骨在哪裡 待我們認了喔 幾個標準 第一個 要今年漲超過100% 然後再來要有量 量的後面原來是周轉率 超級高 帽子一直換一直換 一直換 換出來的 如果在轎子上面的人 現在對於這種腰骨該怎麼操作 這個 你看我們大盤是這樣 我就拿這兩檔股票來看 為什麼 因為這兩檔股票非常極端 今天一直漲停 一直跌停 對不對 康控漲停 還好康控不能換空 那個借券可以 換空早就已經是死光光了 那這個我就看不懂了 因為今天進行關禁幣 20分鐘來交易一盤 這個圖有點小 我又講的 第一 它被關禁幣 它流動會有問題 衝不了 衝不了以後 你賣 我賣 你怎麼賣下去翻黑了 然後試駕 完了 跌停了 它今天就這樣 而且這裡有個爆大量 這個最大量的位置在這裡 在這個今天是黑的前兩天 我看一下今天是禮拜五 禮拜三 禮拜三的時候是最大量 我們講過嘛 最大量那個低點能不能跌破 不行 跌破就賣啦 每一個都這樣 跌破就賣 所以都賣下去 你看我們台股是不是 這個1800億那一天 10801跌破以後就開始 台股是不是往下殺 那個技術面就是這樣看 等一下在這裡 這一根 這個MACI有沒有 這一天拉起來 大量來到10882那一天的 最低點叫10801對不對 它跌破以後就開始殺了 有沒有看到 也是這樣每一根好厲害 這個我們沒辦法放大 你看這個位置 你自己回去看一下 剛好跌破10801 碰 就一天長黑了 那個跌破那個大量的熱 碰 就跌停了 基本上是這樣 那康控也一樣 康控慢慢漲上去 它如果哪一天是爆大量 那個低點不能跌破 跌破了也應該會跌停 好 那沈生跟我們看 因為康控已經來到漲停板了 但耗星今天一被處置 跌停來進行反應 這種我們稱它是腰股的個股 到底操作我們要依循什麼樣的準則 好的 康控因為大股東持股很多 所以它是不可能周轉益是50%的 所以你不要想說 它有那麼大的周轉益 所以它只要 你現在一直在噴出去 你要那個低點沒有跌破 那你就繼續爆就好了 那2405的耗星 因為它周轉益來到50% 所以它已經會爆出一個大量 有沒有 那個29號那一天 11月29號那一天是不是一個大量 那今天 結果那個大量一被跌破以後 砰 馬上就跌停了 就是這樣的道理 那你當它那個低點 那個大量的低點跌破 你也就市價就給它倒出去 因為你賺很多了 那不然你鎖起來 那禮拜一如果又開跌停 你不是要多賠一根嗎 所以大家在這個時候的操作 都非常的警惕 因為你看周轉益能 一天周轉益能50% 你說每一個人不是盯著已經看 那今天為什麼會很快就跌停 因為它今天關起幣 20分鐘一盤好難做了算了 有人早上開起來就 20分鐘 管你的就把你賣掉了 早上賣你賣我賣大家賣 怎麼有股票都賣就跌停了 就是這樣 而且你去買 那你下一盤要20分鐘以後才能衝 是不是很麻煩 所以大家變當衝的人全部退場 所以它自然就跌下來了 那這個不一樣 這是投信買的嘛 好 我們看到了今天 陳誠哥教我們 今天如果溫溫漲的 抱著 在高點你都不要怕 因為它還在漲 你為什麼要賣 好 第二個 你要有停力的概念對不對 賣於所當賣 第一根跌停出現的時候 就跟到sayonara了 好 那當然不會叫我們 再去追控控了吧 當然啦 對 我想說剛剛幾個標準 我想帶我們來練習看看好不好 你說看今年漲幅一倍 然後看它的周轉率 有沒有拉到一定的水位 這個就是當初的熱門股 要怎麼來操作 好 我們來看一看 腰股還有個前提 為什麼腰股呢 你從基本面前不太敢去買它 這個前提是這樣 我們來看一看 最近股票好漢 光環 華新光 光環今天差一檔漲停 華新光直接鎖漲停 多厲害 你看這樣的財報 看了頭都昏了 怎麼敢買 這就是腰股的一個特性 特性就是你看了 為什麼是腰股 我就不敢抱你 結果月長給你看 你看 多厲害 就是這樣 那全新也 全新今天最高也是漲停板 你看 這個基本面 你看一百多塊才賺一塊多 然後龍達我們上次講了 現在拉上去 一下子外資買 一下子外資賣 洗來洗去 它還是這樣 所以基本上來講 你從這個角度上來看 光環 華新光 帶起來會把整個光通訊的類股 都帶起來 所以今天連那個叫做 我們上個禮拜有講的叫聯軍 今天也砰 也創新高了 所以基本上來講那個連結 那我們來看這個LED的這個龍達 你看它在這裡 它今天是創高的 你有沒有發現 它今天爆出一個大量 腰股又出現一個了 所以這不會是高點 很簡單 這樣怎麼看 今天低點能不能再破啊 今天不能破 破... 所以這兩個股票 是不是我們逮到機會就是 當我們看到又是大量的時候 今天低點如果不破 那我如果在低點 我禮拜一啊 禮拜一塊是低點 前兩三毛去買 可以 那破了怎麼辦 賣 就用三毛看你三塊 可不可以 可以啊 這個就是操作的策略 所以我今天特別不是說 它很高這裡 一定基本面要去選哪一個 因為我發現它今天 是最大量的時候 近期的最大量啊 對... 近期的最大量 那我們講說近期的最大量 怎麼做 今天的低點就是停損停利點 所以你空手的 那我禮拜一的時候 到那個低點的時候 我就去守住它 然後用三毛看三塊 四塊 五塊 就是這樣 這樣我們的風險利潤對比 就十比一啦 這樣我們才有贏面 就是這樣的概念 好 那我們回來看看 因為我們剛剛已經抓了 盤面當中的熱錢小腰股 那現在先來看一下 YES的動作 因為YES在今天繼續的 還是呈現大賣台股78元 已經連六賣了 砍台股是不手軟的 所以外賣被在這個地方 化身為西洋鬼了呢 而且在當中最近很多 對台北股市比較偏空的報告 但是私底下會不會又是另外一個動作 所以有您跟我帶我們起來看一下 我先整理一下 最近比較偏空的一些 外資的報告好了 第一個 高盛11月20號才說 美股還要再漲三年 沒漲到29號中間才差一個禮拜 竟然發布了一篇報告 就是我昨天講的 上一次投資者賺這麼多之後 發生了史詩級的大崩盤 就是包含了股市跟債設商品 同步到一個非常高水位的時候 他認為後續要嘛就是一刀逼命 要嘛就是割肉般的讓你慢慢下跌 反正都會出現史詩級的大崩盤 好 但是高盛明明看起來 對於整體的一個全球股市 認為有點泡沫化的一個疑慮 才說完崩盤 怎麼在大買台積電呢 好特別喔 我們去看台積電 背後券商的買賣超 買第一名的 因為其實最近 外資在賣超台股嘛對不對 砍殺第一名的標的就是台積電 結果沒有想到 兩個在買台積電的 一個是高盛 說要崩盤的高盛 另外一個是最近發布 對半導體偏空消息的 Morgan Stanley 外資在搞什麼鬼 為什麼呢 在這個地方 對於台積電的操作 這麼令人捉摸不定 OK 好 那麼我們有一句話 叫做 遠來的妖精會作怪 對不對 對 在遠來的和尚會念經 遠來的妖精也會作怪 那麼外資 其實大家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明明他們看空 為什麼開始突然 在大家都在認為說 外資已經在拚命 賣台積電的時候 他偷偷的在那邊買 對不對 好 我們給大家看一個 過去的歷史的經驗 以台積電來講的話 我這邊有花一條線 這條線是這個大跌的時候 昨天外資還是大賣的 賣快4萬張 對 將近4萬張 好 我給大家看兩次紀錄 今年以來兩次紀錄 在這裡的時候 這一天外資賣超過28000多張 在這一天 花這條飛電這裡 然後大家會講說 外資昨天大賣 然後融資余額增加表示怎麼樣 表示都賣給賞戶了對不對 好 可是這一天是不是也是一樣 外資大賣 融資余額大增 好 這一天更經典 這一天也是一樣 外資大賣 賣超了39000多張 比昨天還要多 然後融資余額也增加 結果怎麼樣了 整理就上去了 結果上去了 一直上 對不對 所以這個告訴我們一件什麼事情 你不要看說外資大賣 完蛋了 它這個股票要死光光了 沒有 不一定 說不定它是換手 大家要知道 外資不是只有一家 外資是個統稱 是100多家的統稱 OK 說不定這一家在賣 那一家在偷偷的買 說不定這一家 口頭上跟你講說 完蛋了 台積電壞得要死 結果它偷偷的買進 所以並不是一定是這樣的 而且一個重點 我們要看一下 在這個台積電 昨天在大賣之後 然後今天它是收紅了 今天很重要 因為我們昨天才講 台積電有三個缺口 第一個缺口 第二個缺口 第三個我們都稱叫 捷徑缺口 今天看起來 上影線已經有把這個缺口 給做回補的味道 沒有錯 你今天不是說最好不要補嗎 最好不要補 最好是繼續跳空下跌 可是它今天填補這個缺口 填補這個缺口之後 我為什麼說 昨天為什麼講說 今天先不要急著填補 因為它今天一填補之後 按照跳空缺口理論來講的話 你一補一個缺口之後 隨即會立刻的再回檔一次 它為什麼要再回檔一次 因為它要測試一下 看看底部的支撐 撐得住撐不住 這個價位嗎 就是昨天盤中最低點 盤中最低點 226 226塊 對 為什麼要測昨天的這個低點 226塊 因為在這裡的時候 10月6號在這邊225.5 這邊有一個跳空缺口 昨天沒有完全填補 然後昨天我們講了 在三天 三個交易之內 扣掉今天的話 還有兩個交易日 兩個交易之內 如果它拉回不破226的話 它的底部就確立了 還有一個重點在於說 這昨天是大量 將近11萬張的大量 對不對 高點在230.5 今天收盤價是在231 它站上這個高點 它如果說 因為我昨天是擔心 它站不上這個高點 盤中的高點 它如果能夠持續站穩 這個230.5 這個高點的話 它這一檔股票 有機會展開一個 大家意想不到的反彈 回來看台股 畢竟台肌炎占全值 今天我覺得這種 這麼長的上影線 這麼長的下影線 感覺就是個轉折 要發生的一個機會點 沒有錯 我跟你講 絕對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 因為今天盤中的震盪幅度 高達170點 對 那個旗子做當衝的 那個真的是轉翻 不一定轉翻了 有時候 又要看你做不做的對方向 可是這個十字線之後 會怎麼走呢 那通常來講 這個十字線之後 大家會要開始 要進入冷靜期了 因為今天是最激情的一天 那最激情一天之後 它開始要稍微的冷靜了 那冷靜的情況之下 只要它的低點 不要再破低點 只要不要再破 今天低點在10495 10495 對 我們昨天跟大家講說 如果按照前面兩波的 這個跌幅來計算的話 大概應該可以跌到10450 都不算過分 結果它今天跌到10495 跌破半年限之後 它立刻拉起來 OK 好 那麼重點在這裡 重點在這邊 它這個跳空缺口沒有填補 沒有完全填補 排基電已經填補 可是加權指數沒有填補 為什麼呢 因為其他小型股在往下壓 對 所以它沒有補起來 沒有補起來沒有關係 那麼在接下來的兩天之內 只要不要再跌破 這個今天盤中低點10495 我在這邊大膽的假設一下 下個禮拜的周線 只要能夠收紅 也就是說兩天不破滴 到了禮拜三以後 開始這個盤子 如果能夠開始往上漲 那麼讓周線留下雨線收紅的話 我們大膽的預測一下 接下來的七個禮拜 有機會往上漲 七天還七個禮拜 七個禮拜 七個禮拜 你壓很大 那一壓到東智桃園吃完 要過年 圍爐 要過年 對 沒有錯 好 剛才尤林哥從這個 整個轉折點來告訴我們 有機會再漲七個禮拜 不過下個星期是關鍵囉 周線要收紅 沒有錯 那我是認為說 周線收紅的機會非常大 為什麼機會非常大 除了我剛剛講的 時間轉折因素之外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呢 平蓋股有機會 開始上演一個暴富性的反彈 你壓很大 我最喜歡看這種字眼了 暴富性反彈 對啊 真的壓很大 感覺你講的這些個股 台積電 鴻海 大力光 不是都還在破線嗎 GIS 台郡可乘 你確定他們會暴富性反彈嗎 理論意義是什麼 好 我們這樣子看 剛才我們講過了 像這一些的全值股 還有平蓋股 在最近都跌得很深 外資拚命賣對不對 台積電11月份的外資賣 差不多9萬多張 鴻海根沒有講賣27萬張 光11月 對啊 光11月 可是他們有沒有匯出去 在這邊 11月外資的這個匯入 還匯入了將近20億美元 就是600億台幣 好 那他們這些錢 要不要買回來 我們這樣子講 為什麼不買金融股呢 對啊 他有買金融股 他有買金融股 剛才這個 我們蔡總有講到金融股 這個我贊成 因為他們也有轉進來 可是你這個盤勢 真正的要漲的話 不能只靠金融股 不能只靠金融股 必須要電金雙主流一起漲 輪流漲 這個盤勢才有機會漲7個禮拜 好 所以我為什麼說 這個下個禮拜平蓋股 有機會展開報復性的反彈 因為剛剛蔡總有講過一句話 鴻海這檔股票 他要止跌反彈 不要經過很長時間整理 這樣止跌反彈 只有一個條件 i10 要出利空 要有利空消息出來 對不對 要利空測試它的底部 好 會不會有利空出來 我認為會有利空 為什麼會有利空 因為i10 現在大家都在等 一般的投資人都在等說 i10一個月 銷售一個月 它11月3號開始銷售了 銷售一個月之後的 這一個月的銷售數量 大家都認為說一定會不錯 對不對 可是外資為什麼 我們一直在賣瓶蓋股 因為他們認為 他預期會不好 他認為會不好 好 所以現在就會出現一個問題 到了下個禮拜三左右 就是12月6號左右 因為按照慣例 他們會在12月6號左右 會宣布上一個月 在第一個月 iPhone X到底賣了多少支 好 那會有三種情形出現 第一個就真的是不如於遲 那麼這是一個利空 第二個 他乾脆不宣布 為什麼不宣布 因為賣得真的不好 他不能宣布 對 不能宣布 他有過這個例子 OK 好 所以兩個都是利空 對不對 還有一個是什麼 比預期中的好很多 那就變成利多了 對不對 所以不管是利空或者是利多 外資要不要回補 我認為他都要回補 他利空出境 所以我認為下個禮拜 我們大家去看一下 在禮拜三附近看看蘋蓋股 如果到時候 真的是蘋果的這個i10的銷售量 真的報告出來了 我們看一下 蘋蓋股是不是會展開一波漲勢 好 飄忽不定的外資 套一個年輕人才形容的 就是口閒體正值 或是台股另外一股 難以預測的力量 腰封這麼多 還有一股腰封 今天大家來談一談 黑色腰筋 黑色腰筋指的是誰呢 我們今天帶大家來看兩樣東西 OPEC同意減產達成的共識 換句話說油價要漲了 我們常說油價要漲 再來塑化類股就要好了 真的是這樣嗎 怎麼個連動法 等一下我們帶您看 另外一個就是 黑色商品的提貨價格 也全面要噴出去了 要噴出去之話 回應到了台股相關類股 鋼鐵類股 我們要來看看 到底有沒有這樣的正向連動關係 先來看油吧 這個是北海布蘭特原油 你可以看到從歷史來看 這個是歷史呈現出來的 2014年到2015年的這一段時間 這個波段跌幅達到了76% Mapping到了台股的 這個塑膠類股的指數 你可以看到跌幅36 好 你跌 我跟你跌 再來看今年 今年以來 這一段時間 從9月30號達成共識之後 漲了16% 這個是北海布蘭特原油 而回到我們這台股 我們來看看 台股相關的塑膠類股 塑化類股 今年漲了3% 給您看到的是我們的塑膠指數 如何跟北海布蘭特原油 呈現一個正相關 我們再來看看原物料的概念 這個是全球鐵礦砂公司的 股價指數 從2016到2017漲了106% 這個厲害了 回應到台股 我們來可以看到 這個是我們的鋼鐵指數的月線 漲了34% 你漲 我跟你漲 你再漲 漲了11.3% 我再跟你漲2.57% 換句話說 這個黑色的腰風已經開始刮起來了 我要請教一下阿聰哥 台股相關Mapping過來的類股 是不是開始股價要掛Turbo了 好 我們來主要看一下 先看國際油價的整個狀況 國際油價最近的整個狀況 看起來還不錯 可是大家都很擔心 油價能夠一直漲上去嗎 在11月初的時候 就出現了幾個狀況 第一個 美國有一家公司 美惠有一家公司是什麼 做影像的公司 他用衛星去照 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油儲存的狀況 然後他公布了一個消息 他說 沙烏地阿拉伯在說謊 為什麼呢 因為沙烏地阿拉伯跟大家講說 我在剪採 但是他從原油 然後用AI去算了一下以後 他說 不得了 沙烏地的阿拉伯 他其實是把原油庫存存起來 存起來 藏在國內 他只是沒有賣出來 實際上他沒有剪採 大家就在想說 沙烏地幹嘛做這種事情 那我們就來看 最近這兩天出來說 他們確定達成減採 那我們就回來講說 沙烏地明明國內油產 油量還在增加 他只是把它存起來 他沒有把它放出來而已 他到底在做什麼 第一件事我們要跟大家講 注意 沙烏地明年 他最大的石油公司股票要上市 所以我們這個大股東 現在正在幹嘛 他不是為了油價 他是要用油價撐股價 所以他的重點是 明年他的阿美石油 這個全世界最大石油公司 要股票上市 所以大家記得 明年真正影響大家 最重要的一件事是 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公司要上市 這個牽扯到什麼 這個國王可不可以繼續幹下去 這是他登機以來最重要的一件事 最重要是什麼 美國 美國的景氣太好了 好 我們看到最新的 第三季的GDP標告3.3% 3.3%的概念 我們就來看幾個東西 這邊我們雜誌給大家整理了一個東西 第一個 我們看一下過去 三次的景氣循環的末段的時候 的油價跟這個通膨的狀況 你每一次看到在景氣的末段 末段 末段 油價都是往上 藍色的是油價 然後紅色的是通膨的指數 所以我們現在感覺通膨不嚴重 大家都說通膨不嚴重 台灣的通膨才多少 我們的年增率才1.12% 可是美國已經慢慢接近2% 但還不到2% 但是各位不要忘記 油價還會上去 因為過去的歷史已經告訴你 到景氣循環末段的時候 原物料會往上噴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就看到 美國的民間消費 還有民間的投資都在往上走 16 17都在上來 那我們看到第三季的時候 美國的資本支出 企業的獲利也在成長 那現在大家就在看一件什麼事 看共和黨要不要讓稅改方案過 如果稅改方案過 大家預期 美國企業的資本支出會再增加 因為他們會詬病 會資本支出一增加以後 就會帶動通膨再往上走 第三個我們在擔心說 很多人在講 可能油價漲得動嗎 因為我覺得比較好奇是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討論 開始要禁用 海油車 燃油車 開始往電動車來進行發展 大家都認為以後白色汽油 會取代黑色汽油 這能夠成為支撐汽油的 一大原因嗎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是美國的國際能源總署 他公佈的一個數據 從什麼時候 從2010年一直到2040年 他們的整個預測 這告訴你什麼 的確沒有年增率在慢慢的往下降 但是還在成長 還是會增加 那增加什麼 我們先看 第一個就是婷娟剛剛講的 那個發電 我們現在不是太陽能再生能源 講了一大堆嗎 所以發電在2020的時候 它會變成負成長 所以發電用石油 去發電這件事情 會減少 會摔退 可是總體還在成長 然後到了2025年的時候 什麼會變負成長 會變零成長 汽車用油 所以我們現在在講 汽車要用石油這件事 到2025的時候 就會變成零成長 不再成長了 你就看到主流的這些 大的汽車廠 它全車型都配有電動車 連中國的車廠 它就設末日條款了 對 連中國車廠都說 我不要用石油了 好 那可是不要忘記 用油的產業不是只有汽車 不是只有發電 最重要是什麼 石化 剛才你剛才一直在講的 跟我們的塑膠類股 最重要的是 整個石化工業 我們穿的衣服 我們用的這些房子的這些東西 還有用的塑膠的製品 新興市場用的塑膠的桶子 水塔 全部是塑膠用品 這個東西還在成長 再來一個很重要 我們現在都用電商 所以我們的航空跟航海的用油 其實都在成長 因為電商的越來越頻繁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是工業生產 石化再加上航海 還有航空 事實上會讓石油的需求 還是圍在那裡 所以這一兩年內 你期待原油要崩盤下來 還看不到 好 那另外我們帶大家來 再關注一下 我們除了剛講的是在石油的這一塊 另外一塊看鋼鐵 因為最近包含了在中國大陸的一些黑色系的商品 開始飆風在起 但是中國我們帶大家來看到 說實在話 其實在大陸的黑色系商品的一些部分 他們在今年走勢也蠻波動的 9月份就曾經殺了一波 大家在討論的是 最近中國大陸的一些白馬股 藍籌股 我們以他們的股王貴州茅台為首 開始包含了官方的媒體 包含了連這個櫃頭茅台 他們自己公司的本身 都開始對股價釋出比較偏保守 甚至預減的一個看法 是不是開始這個炒風又要再大風吹 現在看起來是再輪迴到黑色系商品 再炒這一塊嗎 好 我們就再來看鋼鐵 剛才廷竟有講到這個白馬股對不對 白酒 一路大漲 漲了一倍 漲了一倍以後 政府新華社開始講了說 這個白酒漲太多了吧 馬上就回檔13%給你看 好 那你就看得出來 中國就是什麼 跟政策有關 那中國的政策 那就回到中國政策 這到底對鋼鐵產業的政策是什麼 第一個 中國要求鋼鐵使用廢鐵生產的 鋼鐵感應式的這種高爐 這種爐要減少 因為他不希望再用廢鐵的原料 他希望要用高品質的鋼鐵 燒高爐的 高爐的這些鋼鐵 所以你這些舊的爐 它就要一路讓你踢出市場 所以你會看到今年的鋼價 這個鐵砂價格很好玩 年初開始的時候 大概78塊米金 最高漲到98塊 第二季跌回58塊 第三季漲到90塊 到第四季又跌到54塊 現在又漲到70塊左右 上衝下下 就在增檔 可是很重要 它的低檔在今年 已經沒有再跌破50塊 好 所以它下面已經撐起來了 所以現在中國的這些原物料的這些 供應商都在猜測一件事 明年 就是現在看起來 低檔應該是撐住了 現在就看明年的需求 好 那我們就來看 現在為什麼感覺這一季 這個鋼鐵股的漲勢很明顯 很重要 因為他們有一個叫做暖季 就供暖季節 因為冬天要燒很多的 這些能源去取暖 暖季它要求這些鋼鐵廠 全部限制產量 好 可是它的需求是在增加什麼 一帶一路 好 一帶一路的整個增加 那不只一帶一路 現在我們看到 東南亞的很多國家也在增加 還有很重要的 印度 印度的經濟成長很好 也在增加 回過頭來 連美國都有可能要增加 它的基礎建設 所以你這樣看起來的話 看起來鐵砂慢慢已經是底部見到了 慢慢再往上走 所以我們看到了 剛剛我想說 捲捲怎麼給大家看茅台 原來熱錢就這麼 盪過來 盪過去 要嘛炒白酒 要嘛炒原物料 今天白酒過熱了 錢從股市被趕... 趕回來 又開始挑上了這些原物料了 好 進一步我們請蔡總 帶我們來看到了 黑色妖風在台股裡串來串去 來告訴我們 連結到台股的話 可以給我們投資人什麼參考 好 今年大陸的股市 最會漲得除了白酒以外 就是家電類股 跟台廠是有很高度的觀念 這個是本週最新的遠東區的 五大換用樹枝的報價 報價我們發現 漲得最兇的是在ABS跟PS 單週2%到4%左右 我們把相關的廠商做一個比對以後 同時都有的就是台化跟台達化 難怪今天台化出現了大漲 我們看一下台達化 台達化上半年你可以看 第一季跟第二季 其實沒什麼賺 第三季 一季0.7就跳起來了 股價也有表現 但今天為什麼收黑 因為今天大股的台塑集團動了 小股就休息一下 但是我們預估它今年一整年 應該有一塊 比去年0.37變成了三倍 星光鋼 這一波就是期貨下跌 但是它前三季的EPS 已經達到了2.5 去年一整年是2.6 所以今年大概賭定星光鋼 也可以出現了獲利的年成長 好 我們講到了台股邀風四旗 一句話不是這樣說嗎 廟小邀風大 那哪裡是這些小廟裡面 邀風特別強的 我們等一下回來要帶您來看看 那些好厲害的小金雞 都轉營它的老母雞 這一些小金雞 這一些股要怎麼來挑 怎麼來操作 別走開 好 我們剛剛講廟小邀風大 最近看起來很多的一些全肢股 講不動的情況之下 腰股橫行 好像在同一個集團當中 也有這樣的現象 小金雞下的蛋 比老母雞還要來得多 厲害 小邀當家的情況之下 有哪些類子呢 我們還是哪紅海集團 來做一個觀察 最近包含了康蓮跟中央光電 現在都在新貴狂飆 包含了這個康蓮 是紅海用八年的時間 付出的手就生一小金雞 11月23號掛牌 已經成為新貴 生技類股的股王了 再來是今天看到的 紅海旗下光學模具廠 昨天登陸新貴 結果一度還衝到了260元 幾升新貴市場的第四高價股 我們就在進行跟大股的一個比較好了 好 這個是紅海 紅海你看 我們就算7月13號除息 這個波段跌下來 竟然是138 同一時間 紅藤 他卻從7月13掛牌 一路的到現在 還在飆漲125% 包含了康蓮生衣 包含了在中陽光電 其實你看到這漲幅 當然都滿嚇人的 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 因為他們是掛 新貴市場 對這個操作還是要注意風險 那我就要請晨晨哥帶我們起來看 妙小妖風大情況之下 現在真的只能看越小越好嗎 好的 我們剛剛在講入股 其實最近的股票 到底哪一個股市漲起來 是最飆的 大陸 大陸上次我們惠鼎 惠鼎這個蓮花科轉投資 他只是一個股東 他不是最大股東 你知道他掛牌有幾根漲停嗎 19根 第一天44% 再來18根漲10% 夠厲害了 所以未來鴻海最重要的 我們不要講人家小妖股 人家鴻海是名門正派 就是比較小經濟 小經濟要在哪裡 要看到大陸 他第一檔掛牌的股票 叫做蓬頂 那一檔 我已經先講了 你要注意 你看我們回到剛剛那一張 我很快的帶一下 剛剛前面的這一張 你看同樣7月13 一個這樣 一個這樣 好 回到這裡來看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蓬頂你買不到嘛 買不到要買他媽媽 對不對 就像亞翔集成掛牌之前 你買亞翔他也是標了一大段 標了快一倍起來吧 對 那很簡單 我們來看一看 真頂是不是蓬頂的最大股東 佔80% 那蓬頂掛牌以後 為什麼他會標的 我認為他會標的比 比那個講的惠頂還要多 因為蓬頂是中國第一大PCB廠 第一大 第一大 第一大一定砰 上去 而且鴻海怎麼可能丟臉在中國 怎麼會長得比惠頂還要少 所以同樣有個點 但是點不一樣 那這個位置你來看 蓬頂掛牌 你知道嗎 這是最重要重點 他回到這裡 他做A B C坡的修正 回過台 剛好缺口 那這個地方 所有均線 全部糾結在這個地方 你可以去注意一下 為什麼 因為他掛牌以後 如果也是標20根掌頂 那這要收費到哪裡去 很重要一件事情 而且現在他是內宅版S9 最大的供應商 而且他單季 單季賺多少錢 像現在70塊 單季第三季賺2.12單季 明年就是他掛牌以後 EPS上看10塊錢 上看10塊錢 本益比才7倍 那如果以現在的股價這樣看 很多人都問我說 那鴻海這樣 那我其實就專業的角度來看 應該現在鴻海是99塊1 對不對 99塊1減70塊半 以後這個增頂的股價 應該會超過鴻海 那你現在還可以找回20塊 因為你99塊2減掉這個 還可以找回20幾塊 所以未來你可以看得到那種 中國那個募資的市場那種 吸引力 所以你要注意 而且很重要告訴大家 每一個人都想要到中國去掛牌 你有看過不需要胡島 就已經送劍進去了嗎 棚頂是沒有核准 就是沒有 不是沒有核准 是沒有經過胡島 就已經送到中國證監會了 再來我們要給大家看到的 另外一件很厲害的先鋒稻鼓 是友達的小金雞 友達長不太動 但是他小金雞 每個人都很喜歡買友達 今天看到達方就漲停了 今天看到達方就漲停了 那都是你們跟人家介紹的 對 我們這裡不是跟人家介紹過達方 它不是有相對被動元件嗎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它就拉起來了 那友達 所以你看到了沒 友達你不要買 買達方 你是撞彎 你紅海不要買 其他的小金雞就撞彎了 同樣到這裡 來到這裡 我們剛剛講過龍達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一個達韻好不好 達韻的股價 你看... 它股價是這樣 跟友達還不一樣 對不對 你有沒有發現 人家小金雞都是這個樣子 那股價還不是這樣 漲停... 這樣漲停了 你看 為什麼 因為它切入OLED的 這個金屬遮罩這個部分 而且它有買了一個新廠 已經開始擴充產能了 擴充產能到明年的時候 業績就會成長起來 這個部分可以去注意 你看它股價是不是創高 創高的股票比較容易漲 為什麼 沒有 只要獲利籌碼 只要獲利籌碼 只要一拉就漲停了 就是這樣 所以你從這個可以角度去看 很多的集團股重要的 要從小金屬去做琢磨 包含...